大家好 我是千千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這個Grypto Latte的化妝 希望大家今年的聖誕 都可以化到你喜歡的化妝妝 多拍一些漂亮的照片 我們事不宜遲 馬上開始 首先隱形眼鏡方面 這次選了Olan一個很混血的Smokey款 然後就會直接上了Cushion 我本身塗了防曬 這款是Laura Mercier的Cushion 我也介紹過很多次 秋冬天氣遮瑕度又高 又夠滋潤又夠保濕 整體持妝效果所有平衡都保持得十分好 上妝12小時都完全沒問題 我自己秋冬天氣很喜歡的Cushion之一 然後我會先噴一噴MAC的Fix Plus 做一個保濕定妝的效果 再上遮瑕膏 這款就是我之前推介過好幾次的 平價韓國的遮瑕膏 先用一個深一點的顏色 去做一個Tune色 然後我會再拿它最淺的那個 每個人都說它是淚溝神器 因為真的很神奇 一上了它在淚溝的位置 立即整塊臉就會漲了 遮瑕膏之後 我就會上碎粉 這次因為是一個小混血的款 都會上一個比較MAC Finish 所以整體整面的碎粉都會上得剛剛好 陰影方面都是選擇我很喜歡的Omega 我只是這個顏色很適合到我 你看到它跟我黑眼圈的顏色都很相似 那打回鼻影和眼窩的這個粒位之後 就會塗上臉的位置 臉這次也會上得重一點點 想整體的Warm tone的效果立體一點 胭脂方面就選了近期剛剛新買的Sukku 這個有一點日落色的胭脂 塗在兩邊面盒大範圍就可以了 光影呢 選了很喜歡的Bobbi Brown的五花肉光影 很立體 很細緻 日常用 你輕手一點的也可以 你想重手一點 立體一點 厲害一點也可以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光影 你看一塗在鼻頭上 馬上很圓的效果 好啊 想好光影之後呢 我就會拿回Sino的這一盒 雷士眼影盤的一個中間色的啡色 大範圍blend開 它是真的我想要的那種Latte顏色 淺啡 但又不會太淺 剛剛好可以吹到眼窩位 然後呢 就會用它來畫下眼肚的位置 千萬不要漏掉 然後呢 就會拿回Sinox的這個聖誕眼鏈盤 選它的中啡有珠光的 用來畫一個細長的眼線 都會畫下眼線的位置 然後呢 就會拿回一個金色的閃閃 塗在整個眼皮的中央位置 然後再拿回掃子blend開 它的目的呢 我是想它的閃份呢 大範圍散開 將正如拉上下眼肚 那就是會有這個Latte得來又有閃閃的效果 眉毛方面呢 我特意就是畫完眼影才再畫的照片 遇到一個眼線位 對啦 畫長一點 畫得稀一點 對 今次就會長得來 會有一點點歐美風 就會歐一點點的 畫一遍 就會這樣做 這個眼線液 近日的眼線液 畫得很隱形 很細緻 我自己很喜歡 畫一個向上扬眼線 然後也會畫眼頭小小小的地方 也別要畫太誇張 輕輕畫一點點眼頭就可以了 最後再拿一個眼色的啡色畫一下眼線 基本上眼影眼線都搞定了 二字毛方面都是選了一個黑色的Mascara 這一款都是Kironi Make的 有多長 塗多長 唇膏最後我很喜歡Bobby Brown這一支 是有一點點杏仁奶的顏色 我就會帶范圍茶去打底 秋冬日常常很適合用 Bobby Brown唯一的缺點就是有一點點怪怪的化學味 不然整體的唇膏也很漂亮 再加SUKU我新買的這一支中紅色的唇膏 就會用印的方式 整個妝就完整了 我真的想了這個 閃閃拉提很久了 終於都拍到這一支影片了 好了 最後就是頭髮 因為很多女生問我關於這個水波浪的髮型的捲髮方法 其實我拍過影片跟大家分享的 我就會彈一條連結在這裡給大家可以click過去看 因為這一類型的波浪髮方法 其實很適合秋冬天氣去夾 對 輕輕夾完之後 加一點點化妝 還有它可以令整個顏色很鮮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適合 去學一下這個頭怎麼捲 你想混合一些混血液的效果 這個有一點點 Emeline Paris的 Lily Collins的頭髮 是有一點點像這隻水波浪的 然後我很喜歡 因為我很喜歡它 我看到它的頭也特別漂亮 所以我今天這個髮型 也是參照它的方法 因為始終一個外國人 它也可以夾到這麼漂亮的水波浪頭 對 我們亞洲人也可以參加一下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個 有一點點混血效果的 我自己因為想化這個 有一點點混血感覺 又想化一個 比較girly的珍珠妝 所以就拍完這兩個 派對妝妝妝給大家做一個 適合的 希望你們今年的聖誕 都過得開心心 接下來新一年就越來越好 我們新年的影片再見 因為我都要放假了 好啦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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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